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顶级宫殿之宝的宇宙之主 正探寻着玄水河 而对他而言探寻玄水河 比探寻三大绝地要轻松安全多了 对他而言是一种放松 可他却忽然感觉到整个玄水河的战地 显然是超高速撞击带来的冲击波 也震动到了这一宫殿之宝 只是那庞然大物太快了 这位宇宙之主仅仅脑海中有一丝疑惑 紧跟着轰了一下 无尽庞然大物瞬间呼啸重过 顶级宫殿之宝比那些岛屿还要脆弱 瞬间脆弱炸裂 里面的宇宙之主更是直接湮灭陨落 这一层次冲击中 即便是穿着至强之宝战甲的宇宙之主 都得陨落 更别提他的 就是横扫 就防飞坐汽车高速下 冲过一个小水潭 见其水花无数 可汽车依旧高速呼啸而过 同样情况 庞然大物在茫茫宇宙海中 以无比可怕速度 瞬间冲过玄水河 令着危险之地瞬间支离破碎 无数水流飞溅向宇宙海各个角落 至于庞然大物 依旧在后方留下一串流光 他本身则是以依旧可怕速度 呼啸着瞬间消失在 妖兽师祖事业尽头 这 妖兽师祖愣愣看着这一幕 他渴望着 玄水河能阻拦住庞然大物 即便心底觉得把握不大 可依旧渴望 事实却那般残酷 那庞然大物的速度减了吗 因为实在太快了 妖兽师祖都无法判断 可是 他却很清楚 即使在撞上师座白座玄水河 也阻拦不住这庞然大物 在神眼族第一真主意宙内 就是玄水河 我当时还在宫殿之宝内 便感到一股气可怕的震动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我的顶级宫殿之宝就瞬间炸裂了 我的神体分身也瞬间陨落 老师 就是这样的 倒霉的宇宙之主 正向第一真主禀报 顶级宫殿之宝瞬间破碎 玄水河 第一真主意感到有什么 奇异事情发生的 玄水河 属于次一等危险之地 在玄水河中闯荡 若是太过嚣张大意 即便称作顶级宫殿之宝 也会吃些亏 可是想要让顶级宫殿之宝 瞬间炸裂 宇宙之主瞬间陨落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危险 玄水河 根本不可能有这一层次危险的 我便亲自去瞧上一瞧 第一真主先传讯给其他四位真主 随即便单独出发 前往玄水河 仅仅过了三天 第一真主站在混沌气流中 皱眉看着眼前 只见大量水流灵星分散开 分散在远处一处处 至于当初玄水河内众多岛屿 却是一个都找不到 玄水河整个被摧毁了 这让第一真主立刻心中打针 他很清楚 宇宙海自然环境的可怕为能 想要摧毁整个玄水河 其实整个宇宙海 所有强者一起联手 也根本不可能摧毁一处危险之地 怎么感觉 第一真主皱眉 这玄水河似乎是被一股 无比强大力量 正面撞击 所以才会令玄水河的河流 飞溅到各个区域分散开来 至于那些河中岛屿 却是进阶粉碎湮灭 第一真主心中站立 同时心中也掀起滔天巨浪 虽然站立 他却很兴奋 奇遇 奇遇啊 第一真主内心在咆哮 不管是什么造成这一幕 那都是超乎想象存在 绝对蕴海的大机遇 大险将之 这未知机遇 恐怕是我族潮脱轮回的 唯一机会了 疯的一下 他脑后忽然显现出巨大光圈 光圈中则是显现 犹如血肉长成的一颗巨大毒眼 毒眼照射前方无尽虚空 似乎一切看在眼里 在这一巨大毒眼中 隐隐有着一无尽庞然大雾光影 轰然撞击在玄水河 令玄水河崩溃 比玄水河要可怕千万倍的存在 连我都无法逆转时空 看清它的模样 即使凭借我的天赋密法结合 也只能确定 那可怕存在 是从这一方位飞来 重击过去 朝那一方位而去的 第一真主按点头 追 搜了一下 当即施展超远距离瞬移 朝确认的方向追过去 其实从玄水和此刻残局 完全能推断出 庞然大雾飞行方向 可要无比精准 就需要足够时间了 而第一真主又称神眼真主 在查看演算方面 却是极为擅长 瞬间便无比清晰判定了一切 数日之后 轰炉 庞然大雾依旧保持着 无比惊人速度 轰然在宇宙海中前进 这 第一真主确实错额万分 它竭尽全力也勉强看清 那庞然大雾 实则是一躺着的 类人形生物 高约有1.6亿光年 速度则是约有 1.2亿倍光速 也就第一真主 能耐尽在一颗神眼上 才能准确判断 如另外一位 一直跟随的妖兽氏族 却一直没能准确确认速度 第一真主 这是我先发现的 妖兽师祖愤怒传音咆哮 就你 也想独占这一大机遇 第一真主不屑一顾 妖兽师祖算什么玩意儿 连一件制强制宝都没有 而他却是有足足两件在身 不 我不奢求独占 你既然发现 那你我共同占有一机遇 你神眼族其他四位真主 绝不允许过来 妖兽师祖愤怒喝道 若是你神眼族其他四位真主 胆敢过来 那么 我将立刻将这消息传播开 让整个宇宙海都知道 你 第一真主大怒 此次必定是逆天机遇 凭借这一机遇 恐怕超脱轮回都有可能啊 第一真主当然想要 再带族内的两位来帮忙 只是妖兽师祖的威胁 他不得不考虑 毕竟妖兽师祖的化身 定在元世宇宙 要传播 绝对能在短时间内传播开 好 第一真主道 便你我一起独占这机遇 于是 第一真主和妖兽师祖 就开始竭力地 想要令旁人大物停下来 毕竟旁人大物这么可怕速度 他们俩根本不敢靠近 毕竟旁人大物那般速度下 周围时空早就化为绝对虚无 要靠近只能靠飞 而单单散一开的冲击波 就足以令他们受伤了 若是敢靠近 怕是会被活活震死 最重要的是 他们俩的飞行速度 其实还没有赶上 那旁人大物就已经飞得没影了 躺 躺住 改变他的方向 第一真主和妖兽师祖 就仿佛两只小蚂蚁 竭力想要令飞行的一座大山停下 自然是不自量力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了三千余年 发现这庞然大物的势力 已经增加到了七股势力 神眼族 妖兽师祖 只是其中两股而已 此刻不管是妖兽师祖 第一真主 还是后来接连加入的其他五股势力 都有些绝望 庞然大物瞬间冲过 消失在十八名强者事业范围内 没用的 怎么拦也拦不住啊 第一真主摇头叹息 我等已经竭力 令这庞然大物 也撞毁了三处危险之地 可他速度却几乎没变化 显然那等危险之地 根本影响不了他 要令他减速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 是按照他现在飞的方向 撞到元氏宇宙 进入元氏宇宙内 以元氏宇宙的威能 自然能轻松压制 第二 便是三大决地 三大决地 任何一个 都和他相当 有极大把握挡住 第一真主道 主位 你们以为如何呀 在场一个个彼此相识 无奈 他们的确能令庞然大物 稍微变相 撞击一些危险之地 可撞了也无用啊 若是撞三大决地 可三大决地 各大势力 强者齐聚 各大势力 定能知晓 若是撞元氏宇宙 一旦陷入元氏宇宙内 那么 他们宇宙海其他势力 便根本没份儿了呀 公开吧 反正撞三大决地 各大势力 还是要知晓 且要令这 旁人大物改变方向 撞击在三大决地 任何一处 这方向改变都不小 单单无等也不够啊 公开吧 一个个无奈 他们也想摊下这机遇 只是这机遇太大了 他们吞不下呀 绝对不允许他 撞进元氏宇宙去 第一针转到 进了元氏宇宙 便没有他实验族的份儿了 必须变相 横行摩尸眼吼道 他是第五谷掺和进来的 若是不变相 重击向元氏宇宙 说不定会波及我等的 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虽然大 可是论抵抗能力 怕都不及玄水河 一撞定是粉碎 在场各个点头 是 像宇宙周清风界流众山 都称得上坚不可摧 而小型宇宙 毕竟只是真实那个小型宇宙 体积虽大 其他真神无法撼动 可若是超过真神存在呢 那庞然大物的冲击力 已经不知道凌驾于真神 多少层次了 要回小型宇宙很容易的 只要冲击力足够 足以令小型宇宙本源崩溃 令整个小型宇宙 溃散碎力 能轻易碾压玄水河 碾碎小型宇宙自然轻松很 消息散发 整个宇宙海都为之震动 三大绝地之宇宙周 老师 你说在宇宙海中发现一旁人大物 以1.2亿倍光速前进 并且它高于1.6亿光年 且是一躺着的类人形生物 罗峰眨巴下眼睛 老师 谁故意编造的谎言 宇宙海百倍光速是极限 宇宙最强者们 能十万倍百万倍光速飞行 就到顶了 1.2亿倍光速 还比宇宙周还大些的类人形生物 别问那么多了 这不是一个强者说的 而是不少强者 包括好些宇宙最强者 混沌称主道 你速速离开宇宙周 先和我等会合 好 不过我从宇宙周出去要两百年 我现在就返回 罗峰道 和老师联系完毕之后 在耍什么呢 罗峰轻声道 宇宙周流众山清风界层次 庞然大雾 还是躺着的类人形生物 罗峰单单想象 便感到心中炽热 不管真假 看了就知道了 木陵之洲在无尽黑色狂风中 直接调转方向 直接显现出最基本的外形 也不掩饰 直接以最快速度 朝宇宙周外冲去 飞行了两百余年 这才飞出宇宙周 罗峰 速速过来 我们在这里 鸿蒙行动队 透过虚拟宇宙 直接发给罗峰坐标 罗峰当即赶过去 坐标是时刻变换的 显然鸿蒙行动队 也是跟随了旁人大物 其实这两百余年 随着各大势力都赶去之后 罗峰已经丝毫不怀疑 这庞然大物真实性的 虽然透过虚拟宇宙 看到一些虚拟出图像 可隐约看到一模糊人形 自然没有丝毫震撼感 还是亲眼看才能知晓 刷刷刷 罗峰接连瞬移 终于追上鸿蒙行动队 罗峰 银河领主 浩浩荡荡足足一百八十多位宇宙之主 在混沌撑主亲自带队下 都聚集这里 不但是人类阵营 那联军阵营也是大批强者赶来 双方显然很有默契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两大阵营也暂时休战了 罗峰 混沌撑主道 此刻宇宙海三大势力 两大圣地 单单聚集到这的 就已经是六十八位宇宙最强者 三千二百多名宇宙之主 可以说各大势力 都派出最强力量精英感来 这么多呀 罗峰听到这数字只是惊诧了一下 可随着整个鸿蒙行动队的一次集体性瞬移 这 这真是 罗峰站在宇宙海虚空中 一眼看去 只见远处分散着秘密麻麻一道道身影 数千道身影 每一个最起码也是宇宙之主 的确引起极强震撼感 紧跟着 罗峰转头朝远处看去 顺移骑士提前顺移到 庞然大物必经方向 来了来了 虽然看不到 可各个都能感应到 无形的冲击波 引起了震动 传掉到这里 紧跟着便是轰的一下 无比可怕冲击波 真正浮散过来 并且庞然大物化作一道耀眼光芒 呼啸而过 即便是罗峰 也瞬间有一种一缩大山 砸向一只小蚂蚁的无尽恐惧感 看着那无尽巍蛾躺着的人形生物 自己等其他的宇宙海强者 就仿佛是一群小蚂蚁一般脆弱 这也太 罗峰眼睛瞪得滚圆 完全被震撼了 他不知道这躺着的类人形生物 到底是某个陨落或者沉睡的古老存在 还是人形无恙的宝物 毕竟据罗峰对远古文明了解 打造成人形的质宝的确是存在的 特别是人形的机械流宝物更是不少 宇宙周 乃船型机械流宝物 这躺着的类人形奇物 也可能是机械流宝物 罗峰感到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激动 毕竟亲眼看到一逆天存在到来 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如果他不是宝物 而是某个 强者 罗峰一想到这可能 就更加感到疯狂了 天哪 这一层次强者 怕也就是远古文明存在吧 刷刷刷 紧跟着浩浩荡荡的宇宙海 数千名强者 集体性的一次瞬移 出现在远处虚空中 他们自然是提前到了类人形生物 前方些许 当然是在路线侧边 他们可不敢躲在路线正中 诸位准备 再一次轰击 伴随着十余名宇宙最强者接连船一 一时间 宇宙海最顶尖数千名存在 同时开始叙事 很快 那庞然大物出现在视野范围内 说是视野范围 实际上并不准确 因为宇宙海中的光速 相当于原始宇宙内的百倍光速 如果真的是靠肉眼观看 想要看清那等可怕速度飞行的类人形生物 是很不现实的 实际上 罗峰他们 以及最强者们 各个都是透过传递来的震动波 而后透过神力对失控的掌控判断 并且精确模拟成像 如此 才能确认那无尽庞然大物模样 若单单靠眼睛看 类人形生物飞到眼前了 恐怕光都没来得及飞到眼前呢 根本无法看清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